昨天那条视频被限流了 今天咱们不说废话 直接上干货 这是台大众麦腾 车主跟我反映的情况是 开空调 鼓风机一点动作没有 不出风 我们将空调挡位开到最大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鼓风机一点动作没有 一点风不出 然后我今天就教大家 大众全系的鼓风机诊断方案 和诊断思路维修方法 首先用电脑 进入08空调系统 读取故障代码 看有没有故障码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故障码写了能有七项左右 然后不是每一项 都能影响鼓风机不工作 咱们调最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这最后一项 新鲜空气 鼓风机 V2段路 咱们就调这个 然后下一步教大家的诊断思路 首先找到一个功率试灯 然后找到这个鼓风机的位置 鼓风机位于副驾驶手套向下边 然后找到这个电源的插头 我现在要手要拔这个插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插头里头有四根线 咱们找出这两根主要的 一根棕色的粗线 一根红色的粗线 这两根代表鼓风机的供电线 简单地讲就是 你将空调的档位打开 这两根线就会来电 然后鼓风机进行工作 咱们用一个功率试灯 串到这个两根线上 用这个试灯取替鼓风机 防止你换上新的鼓风机以后不工作 那么咱们穿上去以后 将空调档位打开 如果试灯点亮 证明鼓风机损坏 如果试灯不亮 证明线路故障 咱们现在将空调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试灯根本没亮 那么这个时候 你换上多少个鼓风机 这个故障它也解决不了 这是实质性的线路故障 下面我就教大家一个诊断思路 如何诊断这个线路故障 确定好以后 线路不来电 那么咱们就从这个地方往上查 顺顺往上查 什么地方给这两根线供电 那么就是位于主驾驶 侧边的这两根保险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用功率试灯测试 这两个保险丝 一个5S的一个20S的 最下边得从左往右手两个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第二个没有电 第一个也没有电 都没有电 大家可以看到 就证明 问题还不出在这 因为这个保险丝并没有熔断 也没有短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就这两个保险丝 它没有电 既然这两颗保险丝 没有损坏 而且还没有供电 那就证明 还有地方再给他俩进行这些供电 那么咱们继续再往下一个地方查 负责给这两个保险丝供电的呢 这个保险呢在主驾驶侧机舱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指的这个50A的这个大保险 咱们继续查它 它负责给主驾驶那个保险丝做了供电 那么咱们就把这个保险丝拔下来看这个保险丝 咱们拔下保险丝以后发现这个保险丝也并没有熔断 就说明不存在线路短路的地方 但是咱们发现了一点 这个保险丝存在接触不良 大家认真看 这个接触点可能的20%都拉不到 就接触两个点 由于长时间的电流过大 导致的这个保险丝接触不良 咱们的处理方案就是找到一个砂纸或者一个螺丝刀 把这个接触片 用螺丝刀给它处理干净 把那个氧化物给它处理掉 正反都处理掉 处理完了以后 咱们插到车上以后 再试一下刚才那个症状是否存在 咱们现在插上这个保险丝 然后按以前的顺序 到主驾驶测量这两根保险有没有供电 如果保险来电了 那么咱就进行副驾驶测量 下面那个插头来过来电 咱们开始测量这两根保险丝 我一个人录视频 然后一边干活一边给大家录视频 大家理解一下镜头比较晃 试灯还是一头打铁一头开始测量 大家现在可以发现 这两个保险已经来电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保险来电了 然后咱们取下试灯 再到副驾驶鼓风机那边 打开鼓风机的档位测量 鼓风机的这个插头来不来电 就是这个插头 还是以同样的方式 把功率适当串到这个插头上 插上去以后 大家现在可以发现 其实已经亮了 说明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保险丝接触不良导致的 那么咱们一会儿 把这个插头插上车上以后 再测试一下鼓风机的工作状态正不正常 咱们现在把这个插头插上 大家估计已经听到了 已经知道结果了 现在鼓风机工作正常了 故障原因就是在那个主驾驶的那个保险司 长时间的电流过大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导致的 这个故障车主早上给我发微信 本意是要更换鼓风机 我跟大哥说 我说你先别换 你先把车开过来 我给你检查 万一我发挥了一个装上去以后不好 这个费用由谁来承担 有些车确实存在通病 但是不是说每台车的通病故障点都一样 也不是说每台车你换上配件是怎么解决 然后这台车没有给大哥更换一个配件 给大哥解决这个故障点 修车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才能找到故障点 然后咱们把这个故障码给大哥清除 清除了以后 看一下故障码还是否存在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没有故障码了 这台车就这么交车了 收费50元 如果你学会了 麻烦你给老弟点一个免费的红心 加个关注 保存此条视频 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客期待 worsh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